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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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目标是10个亿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加深于各大金融机构的联动 也希望政府推动资金及产业扶持政策 强化资金及政策支持及力度促进产业发展 市委 市委十二层六次全会提出 要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新跃升 当前我市抢占数字经济新赛道 加快推进数字新基建 并重点布局跨境金融 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前景可期 作为汕头数字测区和新区 华侨试验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推行全员招商新模式 打好招商引资主动账 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户 招商方式也从单一目标企业转变为整个产业集群 当前 联泰新城中心 泰安堂总部 雅势利中心等9个总部项目建成运营 吸引特色金融 数字经济 文化创意等行业700多家企业落户 总注册资本421亿多元 总部经济急剧效应初步显现 目前 华侨试验区指管区存量登记注册企业1833家 同比增长41.4% 总注册资本达674亿多元 首届中数大会签约企业已有12家企业或项目落地 预计年产值70亿元 华侨试验区数字经济活力进一步焕发 可以说 华侨试验区是我是实施大产业 大平台 大项目 大企业 大环境 五大提升行动 推动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生动缩影 试验区表示 将围绕我市建设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先行区的目标 重点培育发展 以总部经济 数字经济等四大产业为主导 商务会展 旅游休闲 医疗康体等五大产业为支撑的四加五现代产业体系 全力筹办2023中述大会 打造数字经济增长及服务汕头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 华侨试验区找准产业发展突破口 全力推动以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快速发展 下来 我们将以加大招商引致力度为核心 通过发挥跨境通信领域核心优势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监视等措施不断壮大发展 华侨试验区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实现新跃升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汕头实践贡献力量 7月6号下午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曾峰宝 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传达学习市委12届六子全会精神 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市委全会报告 仅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仅扣省委13届三次全会做出的决策部署 用六个聚焦 六个新乐声 着重强调了六个方面工作 既体现政治站位也有具体目标和务实举措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充分体现了市委对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的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 充分体现了市委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的坚定自决和使命担当 会议强调 当前汕头迎来了非常好的发展契机 各级各部门要以快食细拼争的工作作风 落实好市委全会决策部署 奋力推动汕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是要担着使命干 要牢记初心使命 知恩感恩 感恩奋进 苦干实干 争先进位创优 把总书记和省委省政府的厚望重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 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全是使命担当 二是要带着感情感 要带着对总书记的感恩之情抓工作 牢记国之大者 自觉把汕头的工作放在全国全省的大局去谋划 去思考去落实 要带着对广大群众的深厚感情抓工作 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努力解决群众疾难筹判问题 要带着对汕头这片土地的热爱知情抓工作 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去 主动向前走一步 争取各个领域各个线条的工作 走在全省前列 三是要迎着困难干 要不怕艰辛 多想办法 发动各方面力量 共同努力把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办成办好 四是要盯着目标干 坚持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 以实际论成败 以结果论英雄 会议要求 要做好上半年经济统计工作 要加快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压实责任推动更多项目落地落实 切实发挥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要加快发展壮大三星两特一大现代产业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做大做强 要推动百千万工程和绿美汕头生态建设 初心 初采 初成效 推进县域镇域经济特色化高质量发展 加快百千万工程两个示范区线 十个示范镇街道 150个示范村社区建设 要扎实做好防汛减灾救灾工作 密切监测天气变化 压实三房责任 做到安全防御四个前移 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月5号下午 我是举办扇头市产学研面对面 食品工业专场对接会 官职落实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 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坚定不移走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加快构建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 推进我市食品工业发展需求 与科研院校科研成果精准对接 助推汕头高质量发展 市长孙峰宝 江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戴月波 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领导彭松恩主持会议 食品工业是打造大健康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市的传统特色产业 近年来 我市通过强龙头 补链条 新业态 数品牌 大力推动食品工业提制升级 产业集聚以较距规模 2022年 全市归上食品工业企业共122家 实现工业总产值超200亿元 曾峰宝指出 这次举办汕头市产学研面对面食品工业专场对接会 是市委市政府为产业赋能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际行动 也是我市大力支持食品企业做大做强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推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具体举措 当前 汕头正迎来发展新阶段 2020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 亲临广东汕头视察 为汕头的经济社会发展把脉定向 省委省政府对汕头高看一眼 厚爱三分 省委主要领导同志 定点联系汕头工作 为汕头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目前 汕头在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发展 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营商环境等方面 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特别是推动工业力士产业强势 破局城市 三星两特一大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食品工业是汕头的传统特色产业 潮汕美食是汕头一张享誉海内外的名片 汕头食品工业体系比较健全 如何进一步把牌子擦亮 把产业做大大有可为 希望江南大学 深圳大学等高校 加强与汕头企业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助力我市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汕头各相关企业要充分利用政府搭建的交流平台 抓住难得机会 积极主动跟大学科研团队加强对接 共同推动产学研合作 落地开花 取得丰硕成果 戴月波表示 汕头食品 纺织 轻工装备等产业高度集聚 与江南大学优势学科高度匹配 市校双方在做大做强食品工业产业集群方面 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早在20年前 双方便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时至今日 江南大学与汕头市的合作 已经在食品 纺织 物联网 化工 机械等领域多点开花 双方深度合作融合发展的格局已然形成 江南大学将继续发挥食品学科引领作用 持续不断地将学校食品学科优势 注入到汕头食品工业产业中去 并鼓励更多的科研团队和专家学者 与地方企业共同深入开展基础性 战略性 前瞻性项目研究 为地方食品工业跨越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会上 我是介绍了食品工业发展现状 江南大学深圳大学科研团队与合作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7月5号到6号 市委办公室等部门分别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即省委13届三次全会精神 传达学习市委12届六次全会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市委副书记 秘书长 市职机关工委书记赖小卫 出席市委办公室系统和相关单位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市委办公室系统和相关单位 要在学生务透上先走一步学生一层 服务推动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 要在推进落实上抓得更准 力度更大 找准贯彻落实工作中的角色定位 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改进工作方法 在服务市委走好走实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做好新时代乔的文章 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 推进百千万工程 绿美汕头生态建设 平安法治汕头建设等方面 初时招 见识校 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 要在督察督办上更加科学 提高效率 聚焦重点工作任务 结合时间节点和具体要求 列出清单 细化措施 分解任务 明确实现 推动全市各级各部门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 更加昂扬的斗争精神 坚定不移 把省委市委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 落实落细 落到位 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汕头实践 做出新贡献 展现新作为 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吴刚 主持市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要聚焦事关汕头发展全局的重要工作 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 精准化 常态化 要突出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 坚决清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玩账顾及 损害营商环境的害群之马 坚持一体推进三部府 树立监督直计执法正导向 引领新时代连结文化建设 不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要把人民群众极难筹判 作为常态化推进正风素季反腐的发力点 重点推进教育 医疗 就业 社保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 始终旗帜鲜明 向歪风协气亮剑 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 不断以作风建设新成效取信渔民 努力打造让党放心 让人民满意的政治机关和纪律部队 全力护航汕头走好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田辉出席市委组织部机关干部大会并讲话 会议强调 要准确把握市委全会对汕头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 持续加强组织部门自身建设 紧紧围绕全会提出的六个聚焦 把准组织工作定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围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新社会治理 围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实体经济产业发展 着力建设刊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着力增强等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着力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以实干笃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汕头实践 为推动汕头高质量发展贡献祖攻力量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永明 主持市委统战部部务扩大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全市统战系统要全力以赴做好桥的文章 加快推进三大工程和四大行动 办好两大潮人盛会 积极请进来走出去开展联谊交流 做好为桥服务实向实势 努力把桥的优势转化为推动汕头高质量发展的优势 紧紧围绕团结奋斗的时代主题 推动各领域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引导各界力量更好服务发展大局 切实加强党队统战工作的领导 持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着力锻造一支党性坚强 能力过硬 学识丰富 作风优良的统战干部队伍 以走在前列的新担当新作为 奋力开创汕头统战工作新局面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贤 主持市委宣传部部务扩大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要一体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 抓牢两个结合这把钥匙 聚焦历史文化传承发展 在做好新时代乔的文章上实现新乐声 要以轩为刚 迅速兴起学习宣传热潮 多角度多举措 开展宣传报道 宣传宣讲 理论阐释 让省委1310具体部署 和市委全会工作安排深入人心 要以文心业 深入实施文化汇民工程 加快壮大文化产业 聚焦重要节点 开展形式创新 内涵丰富的文化文艺活动 要以文俱例 做好新时代乔的文章 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 团结奋进强大力量 要以文速成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融合发展 让向上向善 刚见朴实的文化融入日常 市委政法委召开会议 强调要把政法工作 放到市委中心大局中谋划 做到党委政府工作推进到哪里 政法工作就跟进到那里 要主动作为担当尽责 持续推进平安幸福六大工程 狠抓今年政法实践实势 落地落实 要坚持政治助魂 把党的绝对领导贯彻政法工作全过程 要坚持底线思维 全力维护政治社会大局 持续安全稳定 要坚持创新治理 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汕头 要坚持服务保障 全面深化法治汕头建设 要主动对标四个走在前列 锻造过硬政法队伍 护航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7月4号至5号 省安委办第三检查组 在善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 整治督导检查和专家指导服务 5号下午 检查组在我市召开 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会 听取情况汇报 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中有国 市委常委副市长许洪华参加会议 今年以来 我市未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推动全市安全形势保持平稳 尤其是在燃气领域方面 进一步部署全市重点行业 特别是燃气领域安全防范工作 近期 我市各级各相关部门 检查7700多家餐饮场所 整改2016处隐患 层层压实责任 保障燃气领域安全稳定 检查组指出 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以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 广东65条具体措施为主线 上下联动 进一步检查检视剖析自身部族 将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压实到基层一线 要加强发现安全生产风险和排除隐患的意识和能力水平 加大力度继续狠抓安全生产工作的制度建设 责任落实 保障措施 查缺补漏 尽全力排除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在善期间 检查组还到城海区和潮南区 检查商场综合体 生产企业等行业场所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提出整改意见建议 督促其尽快整改落实 7月5号至6号 越南驻广州总领事五月应一行立善访问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永明参加相关活动 在汕头营兵馆 蔡永明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五月应一行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 双方就增进友谊深化交流 促进两地在经贸产业旅游文化等领域合作进行探讨 蔡永明指出 当前汕头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 坚定不移走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汕头实践 希望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 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汕头 促进汕头和越南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实现共赢发展 五月应表示 汕头文化底蕴深厚 城市风光秀丽 产业充满活力 汕头与越南间经贸往来和民间交往活跃 两地深化合作基础良好 前景广阔 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将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大力宣传推介汕头 积极推动两地多领域交流合作 取得实质性发展 在汕期间 五月应一行 还前往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 及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参观 与我市有关部门座谈交流 7月5号 汕头市引导建筑企业助力百千万工程 继南澳县创建农房建设示范县推进会 在南澳县召开 活动加快五市农房建设现代化 全力提升农房建设水平 引导建筑企业与乡镇结队帮扶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百千万工程城镇建设工作落地落实 市委常委副市长林瑞武参加会议并讲话 强调 各相关部门要坚持城乡融合 分类施策 潮桥特色 协同联动 扎实实施135城镇建设计划 围绕推动城镇提能扩容 强化连城带村功能这一主线 聚焦城镇综合服务功能提升 城镇人居环境品质提升 城乡融合发展三大任务 推进五个专项行动 促进城镇建设高质量发展 会上发放潮汕农房风貌提升建设参考图集 各区县住建部门和建筑企业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今天上午 市人设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在市人力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 举办夏季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 这是我是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和佣军优属的重要举措 现场提供600多个就业岗位进场应聘人数700多人次 210人次签订就业意想书 招聘会汇聚光华科技万年轻制药 潮州三环等25家潮汕地区知名企业 涉及生产主管销售经理工程设备技术人员等职位工种 薪资大部分在4000至7000元之间也有约三分之一的岗位 月薪超过7000元最高达1.5万元 活动前期主办方点对点向我是652名有就业需求的退役军人 推送招聘信息并组织动员为就业军署列署参加 招聘现场是人设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公安局设置政策咨询处 帮助退役军人军署了解就业创业形势提高求职及创业技能 今年内我市还将举办20多场次适应性培训 并落实就业创业扶持税收优惠退役军人就业补贴 一次性创业资助创业租金补贴等优惠政策 真金白银搭建服务平台提高退役军人就业服务质量 下来我们将和人设局和相关的部门 共同的努力 然后争取将退役军人和随金家属的招聘会 常态化进行下去 给我们退役军人和随金家属搭建一个就业的平台 使他们实现充分的就业 也为我们汕头市创建双用模范城 为我们汕头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近日我市举行首批广东省营养健康场所受牌仪式 两个单位分别是龙湖区金辉小学和广东英特厨智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市卫健局联合市教育局市场监管局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开展营养与健康场所试点建设工作 计划到2025年全市每个区县 创建一家以上营养健康示范学校 一家以上营养健康餐厅和一家以上营养健康食堂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各位观众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